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虽然他和三位兄长一样都曾短暂的欺负过饿着肚子的卢菲 但在正常的情况下 他们自然还不是小兽子卢菲的对手 第九子夏洛特加拉 同样力量强大身手敏捷 但值得一提的是 壮汉五包开中 宁人最小的加拉 却似乎是在外貌上看起来最年长的一个 第十子 45岁的饼干大臣 悬赏8亿6千万的夏洛特克利加 饼干果实能力者 武器使名为胶原权敏的巨剑 不辱将心之名的强大存在 在贝罗菲娜美合力击溃之前 也见证了未来海贼王 难得的吃苦经历 第十二子 42岁的鸿卫大臣 夏洛特努斯特尔迪 和巴斯卡尔迪 多斯玛尔歇为三胞胎 拥有操纵暗器的能力 曾被文斯莫克家族的拟质打败 第十三子 42岁的薯片大臣 夏洛特巴斯卡尔迪 在动画部分露出了和卡塔库利所相似的尖牙 拥有操纵火焰的能力 第十四子 42岁的夏洛特多斯玛尔歇 拥有为之而强大的剑术 三胞胎中最小的一位 曾被文斯莫克家的医治所打败 第十五子 财务大臣 夏洛特诺泽特 武器为两个月而任 组成了大刀 曾在茶花会上包围文斯莫克家族时出现 第十六子 雪糕大臣 夏洛特莫斯卡托 身被舔筒形状的刀 发型就像冰激灵一般 和他的兄长奥贝拉一样 很有正义感的莫斯卡托 也是大妈发病时的牺牲品 曾因为主动前妻阻止暴走的大妈 而贝奇夺走了40岁的寿命 第十九子 乃劳大臣 叔叔果是能力者夏洛特蒙多尔 蒙多尔不光是个淡淡男爵一样的智将 也是囚禁界的一流存在 曾将陆菲和大美囚定在他 果是能力下所制造的普出室之中 想要从属龙逃脱 唯一的手段就是将其烧毁 第二十二子 三十四岁的夏洛特圣马尔克 身材高大魁梧 带着飞机型的头盔 在茶阿会被文斯莫克家的勇治所打败 第二十四子 三十二岁的夏洛特达克沃兹 身穿深蓝色西服 背部有类蝙蝠的紫色翅膀装饰 第二十五子 悬赏为六亿贝利的夏洛特斯乃德 名字的含义为零食 武器为一把大型武士刀 在被第二十的独怪斯乌尔基打败后 从将心中被除名 成为普通干部 但正如142级海藤专题所说 可能连狱就像世代的倒霉运气 并不能掩盖原甜点思想性之一 斯乃德的雄厚实力 第二十六子 夏洛特巴巴鲁亚 身材魁梧 身穿球服装 并戴着裙击手套 第二十八子 夏洛特卡托 形象为一个长着类似南瓜头的稻草人 脚穿骑士靴 武器为剑 第三十二子 夏洛特布朗尼 个性随意爱睡觉 名字来恩于巧克力布朗尼蛋糕 第三十三子 夏洛特雷赞 黄色长发 面色苍白 武器为一把配件 剑克雷赞身手不俗 大开始藏背 身制的鹅魔风脚踢飞 第三十四子 蛇手族 夏洛特·马斯卡布尔 正如147海洛特提文所提到的 大妈的第二十九女乔斯卡布尼 和三十四子 马斯卡布尼为龙奉才姐弟 和姐姐乔斯卡布尼的武器一样 马斯卡布尼的武器也是长命大道 第三十五子 夏洛特尤恩 夏洛特家族的岳部高手 武器为重锤 曾成功组结杉志和路飞 霍北文斯梦克勇志 强势战败 正如147海洛特提文所提到的 大妈的第三十女到第三十四女 和第三十六子到四十子一共十人 是非常罕见的十包胎 而虽然已经在动画剧情中浮现 但是十包胎五兄弟的具体姓名 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公布 而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十包胎五兄弟和五姐妹一样 长相可爱温和 但在他们之中可是存在着 要戳下波克姆斯眼睛的残忍人物 第四十二子 夏洛特·安格雷 大妈的第七十八个孩子 表情凶狠 口齿不清 姓名奇者会发出 巴罗巴罗声音虫子的烫发少年 第四十五子 夏洛特·德尔谢 大妈的第八十三个孩子 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的其中之一 体型圆胖 总是会手拿气球 第四十六子 夏洛特·德拉杰 大妈的第八十四个孩子 外貌特征和夏洛特·德尔谢几乎一致 兄弟二人都和夏洛特家 最小的第八十五个孩子 夏洛特·安格雷十分合不来 说到这里 除了十一子 十七子 十八子 二十子 二十一子 二十三子 二十七子 二十九子 三十子 三十一子 以及四十三子和四十四子 这十二个未被详细公布的夏洛特成员之外 四皇大妈四十六个儿子的这个环节 我们就已经基本介绍完毕 在147海东专题 我们所讨论的大妈三十九个女儿中 十八女加零色 三十五女布林 十四女斯木齐 八女布雷 甚至三十八女穆尔曼德 都得到了大家的特别关注 到了大妈四十六个孩子的部分 哪位夏洛特成员会成为 比大家所喜爱的新儿呢 语言俱众 继续留下你的答案吧 好了 本期内容就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圣诞节快乐 海东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